今次去私家诊所看门诊 每次收费一般都要几百元 而医管局的普通科门诊 每次诊证收费只是五十元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政府补助医院的门诊收费是三元 但是当时医疗资源相对贵乏 市民看医生往往要轮后很长的时间 其实有些补助医院 收费一样是三元一次 但是市民可以用电话预约日期看医生 这样的方法在政府诊所行不行得通呢 如果预约或者有些就不来 或者迷迟了 也有时候一个病人不需要十分钟 或者十五分钟的话 他看完之后第二个病人未到 他说医生就没工作了 所以变成了在这个制度之下 看病人的病人一定会限制很多 通常教基隆的门诊部 就是看专科的 因为看私家的专科医生 一看就是最少要一百几十 不是一般市民所能够负担的 每间门诊部的医生 每天都要看一百二十个病人左右 早上看七十个症 下午看五十个症 如果以一日工作八小时来计算 除了吃饭一个钟头之外 就算医生完全不停手地做事 他们能够给每个病人的时间 是三分几钟左右 无怪乎有一些病人说 他们去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看他们两眼就算了 目前政府门诊部 每个医生每天只有一份 所有病人的记录 每个病人写一行 写的就是得病人的名字 年龄 性别 和病状诊断及药物 就没有像私家医生那样 每个病人都传有一份记录 以至参考 到底政府对门诊的服务 是希望做到什么呢 门诊部的任务 就不是让任何一个人 有一个伤风咳嗽 就去看医生 穿全身的检查 就来做一种 很全面性的医疗的照顾 不是这样的 门诊部的作用 就是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基本的医疗的照顾 第一个步骤 他们主要就是 在那里来找出 有没有市民患了传染病 有的话就立即采取隔离的措施 让这个传染病不需要蔓延的 第二 那个作用就是 在那里分辨出 有没有一些所谓 我们紧急的症状 假如是有的话 他这个门诊部 可以直接介绍他去看急症 或者他这个症 是比较繁复或者复杂的话 他这个佳症的医生 就写封介绍讯去 给他去我们政府的专科诊所 来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治疗 不过如果政府门诊部 不是为那些伤风鼻塞的市民而设 那那些贫苦的人 如果有伤风鼻塞的时候 又去哪里看呢 作为一个病人 当然希望医生能够望闻问切 其实身为医生 不论政府医生好 或者是私家医生也好 都是希望能够详细地知道病人的病历 以便能够对症下药的 更希望知道病人复若后的反应 但是门诊部的病人 每次看的医生都不同 做医生的当然就不知道 有没有医好病人 这间接就减少了很多工作上的满足感